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演讲师高乐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已经将P2P的函数讲完了 但是没彻底结束 为什么没彻底结束 因为在5.3以后 P2P的函数加了一些功能 主要加了什么功能 就是匿名函数 和B包 那B包是通过匿名函数实现的 所以这节课咱们先了解一下 什么是匿名函数 听懂吗 那匿名函数 那说白了 也是函数的一种 那匿名指的什么意思 比如说 你的匿名对象 匿名信 匿名信 对吧 就是没有名字的 但是有内容的对不对 是这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匿名函数 这个在声明前的比较容易 我们打开P2P的程序 我们做一下 咱们惯例叫泰斯的测试 在P2P 咱们就一直叫这个好吧 我已经不改别的名字了 来我们看一下匿名函数 正常我们写一个函数 比如Faction 对不对 Faction name函数名 然后里边加什么 可以有参数 WB WC 对不对 也可以有返回值 是这样的吧 那还记不记得变量函数 这是匿名函数 这是正常的函数 对不对 变量函数是怎么生名的呢 是将函数名 互给一个变量 对吧 函数名是个奏串 Faction name 然后调用这个变量 加个括号 对 对就掉这个了 比如一二三 对不对 我输出一阵 对 算得真快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泰斯的第二片 P 结果是6 对不对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函数 对吧 但是这个函数 咱们现在用了一个变量函数去掉 对不对 什么叫匿名函数 我们把这个注视掉 看一下 没有名字的函数 咱们前面声明的函数 函数名叫 F1NME 对不对 对吧 或者你自己 随意命名的函数 是不是都可以 现在我们什么叫匿名函数呢 Faction 正常这话是不是加函数名了 对不对 然后后边加括号 匿名的话就是没有函数名 括号直接连着写 对 然后括号 对吧 对 没得问了 这个怎么掉用 没有名字 对不对 所以 匿名函数 必须得给一个变量 看到了吗 没有名字 然后直接给你变量 对吧 我这样的声明对不对呢 搞了这样的声明对不对呢 首先就看语法能够通过 对不对 虽然咱们有参数没有孩子体 对不对 这样的声明是错的 看一下执行就知道了 有个语法错误对不对 是语法格式不支持吗 那匿名还是怎么写啊 我说匿名还是就这么写啊 那语法不支持怎么办呢 是版本不对吗 前面明确告大家了 我这个是在装的是 pp5.4对不对 而当时这个功能5.3以后就支持了 对不对 这里边重点 让大家提示一个什么呢 匿名函数后边 是条语 就一定加分号 听懂吗 这才可以 跟gs里边匿名函数不一样 那些是可以不加的 听懂吧 所以这话 一定要加分号结束 这点很重要 听什么 不然的话就错了 那我要了一个这么大圈 就为了让你提醒你加分号 这回你应该能记住了 嗯 好 我们再看一下程序的执行结果 有没有错误呢 可以了 没有错误 对不对 那 可不可以有参数和返回值呢 我先简单调一下 比如说这里边输出一行一 对吧 那我怎么调用呢 就跟上面咱们介绍的 对 为什么我上面说了一下变量函数 对不对 对吧 那现在你看 上面是变量函数 将函数名不给一个变量 对不对 这个变量其实就是个准处 对吧 那这一回呢 我们跟上面的调用方法是怎么的 是一致的 既然把整个函数底部给一个变量 变量加过号就可以调整它 来 录看一下 看到了吗 是不是可以了 那能不能算参数呢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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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可不可以有返回值呢 看一下 然后这块太传 1 2 3 看能不能输出这个值 看一下 来 我明明已经一下结果 是不是可以啊 对 所以记着 你如果现在用的P2P5.2 对不对 用不了这个功能 这是在5.3以后 5.3.0之后的版本 新加的一个功能 对吧 那能说 这个匿名还数 有啥作用呢 对吧 什么时候用匿名还数了 对吧 咱说了 下解课 咱开始讲的B包的时候 得用到它 是不是 那平时咱们也有用到的时候 什么用到的时候 比如说 如果你把函数这种方式 付给一个变量 是不是 看吧 函数给变量 那么我们干嘛 非得用这个变量的方式 去调用这个函数了 这个函数 我能不能直接调用 这不可以啊 对吧 而下边这种 是直接把函数 付给这个变量的 没有函数名了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直接调用到这个函数 所以必须得通过这个变量来调用到 对吧 这样用户使用的方式变成为一了 对吧 第二点应用的地方就是什么了 就是 B包的时候应用 对吧 那是咱们下车可以讲的 还有一点应用的时候 也是会咱们下车都遇到什么的 记不记得咱前面讲过 回调函数 对吧 回调函数的时候 参数是不是也传一个函数名了 对吧 而且这个函数是不是还可以单独调用 如果我做一个函数 就是为了为每一个参数 某一个函数的参数使用的 不想单独调用 对吧 你直接把函数传进来就行了 对吧 这都是peerp5.3以后新加的功能 下个课咱们会用到这些功能 对吧 现在这一刻只要你认识 什么叫做什么 匿名函数 对 匿名函数 没有名字的函数 这么生名就可以了 嗯 咱刚才说过了对不对 散试后给大家演示功能 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用途 对吧 咱说了 通常三个就是用的多 一个就是什么的 样唯一的调用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作为参数用 然后再有一个实现笔包用 对吧 这几个 其实都是为了实现笔包 那匿名函数就是这个程序 fax这个记着我这块重点提示了 分号别忘 听什么 可以看到匿名函数没有名字 如果使用它需要返回一个变量 是不是得给它一个变量 不然的话 你要不给它一个变量 除非作为参数 作为参数 它也是传给一个变量 对不对 否则没法用 对吧 表家看 看下这话 怎么调用 匿名还是像普通函数一样 可以生分参数 是不必要用啊 嗯 最主要的看到这点 当然笔包概念咱总提 还没讲到 对不对 咱先不管这个 咱们现在来研究一下 一个问题什么呢 一个问题 看好了 对于前边我写这个例子 函数名付给参数的变量 如果我在这块 为大模 对吧 直接到了骨灰眼 那打印的这个 上面那个会是什么类型的 对肯定是奏上 还是名字是不是就奏上了 然后像变量 还是说的定义就是找变量名称 变量值对应的函数来执行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 咱俩不调用啊 那到了部位啊 应该是什么类型的呢 对对吧 那如果大家学会GS程序 那会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因为GS里边有一个类型 叫函数类型 GS里边所有的函数 它都是一种数据类型 就是这么用的 不给一个变量 对吧 而PRP的这叫匿名函数 那这个VR它是自不串吗 那八种类型什么类型最有可能的 整形 不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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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不串 宿主 对象 资源 空 对吧 只要是一个变量 肯定都有类型了 对不对 每次答对了 对象类型 它是某个类的对象 就知道吧 来我们来运行人家 你们看一下是个对象 那个 对吧 是这个类的对象 虽然能对象还没学 但先了解一下 就知道吧 所以说我在这话 只有加工号之后 它才能转成函数那种标用 对不对 而我直接述出对象 是不允许我这么干的 对吧 除非对象里边 咱们脱皮学对象 你会学里边有个模特化 干脱出训练才可以 对不对 它现在没有 所以这么直接输出是不行的 你看一下 是不是会有问题 这对象里边 没有去转成自不串的方法 对吧 但是咱们要知道 它是哪个类的项 是一个内置对象 这一包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话 你看 币包函数 应该作为变量的值来使用 皮尔币会自动把表达式 转成内置它的对象实力 所以 这个变量也是有类型的 什么类型的 对象类型 是这个类的对象 OK 虽然咱们学了 所以先了解一下 这块钱 把一个它对象 复给一个变量方式 和普通固执的语法 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 既然是对象类型的 那么这变量 我可不可以这么做 $AA等于$ 为R 然后$AA 这样行不行 什么 1 2 3 我按一扣一下 这可不可以 不可以吗 这不就是一个 普通的一个对象类型 对不对 给它之后 这不就变量固执呢 这样肯定是有允许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这里边说的 它的对象固执给一个变量方式 就和普通变量固执的语法 是一样的 最后需要加二分号 不看 那上面这个就是变量函数 不看 所以呢 这个匿名函数 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对不对 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呢 咱这节课呢 也不设计太多内容 就是了解 没有名字的函数 就是什么 它的用途 可以下课 咱们下课介绍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待会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